凤凰每周快讯有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您健康的选择大甜豆瓶联合赞助播出 大家好 欢迎收看凤凰每周快讯 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下头条新闻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表示 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周二通电话 讨论叙利亚危机 克里姆林宫形容两人的对话误实和有建设性 另一方面 恐怖袭击阴霾继续笼罩锁起冬奥会 俄罗斯警方21号通缉四名自杀式炸弹的潜在袭击者 相信其中一人已身在冬奥会举行地锁起 更多的新闻内容请继续留意 晚上直播的凤凰每周新闻 我在国航响云 地球公转 我的节奏自转 享受云端 自在国航 我这个人呢 非常注重生活品质 也爱户外运动 工作之余 我喜欢跑跑步 呼吸新鲜空气 听听小鸟叫 我觉得跟大自然接触是件特美妙的事 当然 除了健身之外呢 我也非常注重饮食 每天一杯大甜豆浆补充营养 大甜豆浆是我生活质量的保障 欢迎回来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美各大主流媒体的新闻消息 2014年冬奥会将于下月在俄罗斯南部城市索期举行 考虑到届时可能会出现激进分子进行恐怖袭击 美国军事和情报官员正在研究应急的计划 以便突发情况时疏散现场美国人 据奥巴马政府讨论的知情人士透露 俄罗斯历来就不让外国的军队 尤其是美国军队 驻扎在俄国的领土上 美方官员们认为 这将成为大规模营救行动的主要障碍 由于日前车臣极端主义者网站爆出一段视频 声称在下个月的索期冬奥会上将会出现两个人体炸弹 为俄罗斯和观众们送去惊喜礼包 他们绝对不会让冬奥会顺利进行 据报道 美国已对视频展开调查 美官员称 保护每一个参加索期冬奥会的人员 包括美国人是俄罗斯义不容辞的责任 经济消息方面 全球最大的酿酒商百威英博近日宣布 将以58亿美元的价格向产业投资机构 KK2集团和亚洲企业投资 和收购基金俊奇投资回购韩国东洋啤酒公司 这一收购暗示东洋啤酒公司 重新成为百威英博旗下品牌 据悉 百威英博于2009年以18亿美元 将东洋啤酒公司出售给KK2集团 以缓解一年前比利时啤酒商英博集团 和美国啤酒制造商安海斯布希公司 520亿美元的兼并案 早成的债务负担 据悉 KK2集团同意支付8亿美元现金 剩下部分以债务计算 之后与俊奇投资大致均分负担现金的部分 健康方面消息 即使是一点点的二手烟都会对儿童的学习能力造成伤害 影响他们的阅读推理和数学 美国新星纳其儿童医院研究员的最新调查显示 于1300万位儿童暴露于二手烟的环境中 并因此受到前述的影响 研究员们特别观察香烟尼古丁在体内分裂后 所造成的可丁尼的成分 儿童体内若有越多的可丁尼 他们的阅读数学和推理平均成绩都会越低 同时其他相关研究也显示 与一天抽不到一包烟的成人住在一起的儿童 每毫升血液中不到一耐克的可丁尼 都足以影响其的学习能力 好来休息一下广告之后 马上回来 是家电话的Triple Play 准备在电话费上省钱了 Triple Play的电话超贵的呀 为什么不换成iTalk BB呢 专门为华人两身定做的 我刚从RIC或者iTalk BB了 怎么样 学会清楚的吧 相当清楚啊 但是号码会变吧 免费保留原号码呀 一个月14块997 答多少算多少 聪明的选择 更低的价格 姚明基金会合作伙伴iTalk BB 每月4块9毛9起 直播全美加全球 加20块 立即升级成无线套装 iTalk BB吗 我要转号呀 每个人 每个阶段 都有iTalk BB相伴 联邦拍卖行将在本周末 举行名贵珠宝翡翠御展 即拍卖 珍品有温哥华拍卖史上最大的 23克拉稀有巨钻戒指 13克拉金丝雀黄彩黄钻石 多款缅甸翡翠及瑞士民调 新疆十币观音白玉山子下 4月7日下午一点优先御展 拍卖会于4月8日隆重举行 请立临列治文8181 Cambi Road 卫迪森酒店 详情请浏览 faderauction.ca slash chinese 欢迎回来 接下来一起来关心 西亚各大平面媒体的消息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 一间大学发生小园枪击案 一名学生被人开枪打伤 目前情况严重但稳定 大批警员事后赶到案发的停车场 追捕凶手 并拖走一辆怀疑同案件有关的汽车 警方相信凶徒逃到校园附近的居民区 呼吁学生留在室内不要外出 事发在宾夕法尼亚州怀德纳大学 当地星期一晚上 一个学生在体育馆外的停车场 被人从旁开枪打伤 他富商打电话报警 校方说各种资料显示 枪手并非随意选上射击的目标 但未有透露具体详情 警方正翻查监控录像 同时调派警犬加入搜捕的行动中 美国东岸遭受大风雪吹袭 路空交通大受影响 超过2900航班取消 4200架航班延误 在印第安纳州南部的高速公路 周二发生多起的交通事故 一度需要关闭 从画面上可以看到 受影响的65号洲际公路部分路段 路面广受白雪覆盖 能见度低 警方表示风雪引发了多起交通事故 由于道路湿滑 有货车滑出路边 也有大型货车相撞后 折翼变形 索性没有造成严重伤亡 当局一度需要关闭公路的南北行车线 交通大受影响 一起来看看加拿大方面的新闻 受购了行李出错 航班取消和延误等问题 给外出旅行造成的诸多噩梦 近日加拿大一些乘客呼吁 政府应该全面修订乘客权益法 效仿美国交通部网站的做法 要求航空公司公开行李 航班取消和延误等公众投诉公布出来 加拿大交通发言人马特尔表示 国内目前没有规定 航空公司必须公布乘客投诉的记录法规 政府会持续关注 并采取所有必要措施 以确保消费者得到公正的对待 又到了距禁华尔街的时间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中文投资网的金融分析师 沃润为你提供的股市最新走向 大家好 今天是周二 也就是昨天马丁路德金纪念日 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昨天我们很多朋友可能没有看电视 但是我还是做了一个节目 我讲到中国的股市 可能对美国的股市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那么今天美股 道琼指数跌的幅度是比较大的 那么主要是有一些大的蓝筹 像Johnson & Johnson这些公司 公布业绩以后 还有高盛花旗 这些金融股拖累了整个的蓝筹股的板块 道琼指数一度曾经下跌超过100点 但是收盘只下跌了44点 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个形态来讲 是一个大大的一个比较波动比较大 但是是一个doji 也就是十字星的走势 那么我们昨天谈到了 中国的股市可能会对美股的影响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周一周二 股市呢 中国股市出现了两天的一个上下的震荡 周一下跌周二反弹 那么主要的原因可能还是由于央行出手 给了市场更多的资金注入 那么中国银行之间的拆接利率再度的下滑 但是美国股市由于蓝筹股的表现的好坏不一 特别是我们现在正好在盈利季节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收盘后呢 IBM下错了接近2%左右 营收没有达到市场的预测 那么这些信息呢 都可能会对明天的股市呢 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但是呢我的呢 主要是着重在各股方面来研究 那么今天呢 我想给大家再度回顾 在前一阶段我们曾经讲的两个 应该说一个黄金类的板块 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黄金类的板块 出现了应该不是说黄金的价格 是黄金的这个板块的个股 却出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走势 第一张图呢 是股票代号叫GSS George Sam Sam 当然这个股票会比较小 只有五毛钱左右 但是呢 这个股价呢 今天出现了一个breakout 来我们来请导播稍微把图呢 往上提一下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看得比较清楚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股价呢 出现了一个breakout的一个走势 那么从这个双底的这个形态来讲的上升的趋势呢 还会继续 如果大家有看我的前两期的节目的话 两周之前节目曾经我讲到买这个股票GSS 那么黄金个股上涨是不是意味着股市要下跌呢 那么让我们来拭目以待 第二张图呢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这个叫BRIZF 就是巴西黄金 但是它的股票呢 是交易在加拿大和美国 所以它最后有一个F BRIZF 这个股价呢 出现了最近呢 也是出现了一个很猛的走势 所以我今天呢 要想跟投资朋友分享的 或者观众朋友分享的 就是最近呢 要关注一个黄金类板块的个股 它的走势呢 会是非常的不错 那这是不是意味着美股会下跌 这个我很难说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短期的一些资金的一个趋向 即使在股市暴跌的时候 我们依然可能啊 通过买进黄金股呢 来避险 那么通过今天的这个分析呢 我们更认为呢 就像索罗斯说的 2014年 大家要警惕中国经济增长的 一个就是减缓的这种风险 可能对美股呢 是应该是说最大的风险 那么第二点 黄金类板块受到资金的追捧的话 也可能是一个 另类的一个信号 好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谢谢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 凤凰美洲快讯的全部内容 详细的新闻内容 请收看晚上直播的凤凰美洲新闻 我是张梦 感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凤点微博 一起来看今天都有哪些的热点微博 在美国的纽约 84岁的老人黄春康在纽约乱穿马路 没有理会警察 警察把他带到一边并写传票 他试图要走 被制服在地 后因头部受伤被送往了医院 警方已起诉他拒捕妨碍治安等等 据报道 此案正在进行内部的审查 目击者称 老人似乎是不懂英文 近年来 美国吸入了大量的中国的移民潮 所以为了避免警察在执法时 语言沟通上不必要的误会 也希望美国的警察们都学学中文吧 下面让我们来看这条微博 据外国媒体的报道 美国国家科学院刊登了一份报告指出 由中国制造业产生的雾霾 可以飘过太平洋 抵达美国的西海岸 而中国环境协会负责人 工程院院士王文新反驳称 中国的雾霾等大气污染物 很少会飘到朝鲜半岛和日本 到达美国的西海岸 那更是非常的有限吧 最后让我们来看这条微博 美国人眼中前十大最暴力的工作分别是 金融经理企业高管 金融分析师和咨询师 房地产经纪人 律师牙医 运动员和演艺人员经纪人 外科医生 咬剂师等等 而最苦逼的工作包括了 农民保育员 厨师服务员 大厦清洁员 消防员 高中老师等 不知道在座的各位 您的工作是在哪一个行列中呢 好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奉点微博 我们下期再会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